我相信有的人會對這個標題感到困惑 誰是Steinbeck 誰是Marilyn Monroe Well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圍到周圍因為一起讀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封信 是Steinbeck寫給Marilyn Monroe的 我就覺得我要坐一下下 那可能還是得先介紹一下這兩個人是誰 因為 時代在演進 然後前人慢慢被忘記 Steinbeck他寫了一本小說叫做 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 得了諾貝爾獎 他是我們高中的時候課內的讀物 所以 我那時候其實也沒讀完 我那時候根本英文沒有好到可以讀小說 可是還是硬著頭皮得拿英文課 這其實是痛苦的回憶 只是你跟我講這個人我是知道的 他叫John John Steinbeck Marilyn Monroe 瑪麗蓮夢露 他應該你比較知道一點點 他是50年代還是30年代 應該是50年代吧 應該是戰後 的好萊塢的知名女神 那反正就是如日中天 在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網路沒有什麼的 所以所謂的女神大概就只有那幾個而已 不像現在百花齊放 很多人 知道很多網紅 可是 大家分享一下 你知不知道那個誰誰 不知道 可能就只有一小撮人知道他 這個車員 回來這裡 所以Marilyn Monroe 還有他最知名的一張相片是在紐約地鐵 這個裙子被地鐵的通風口 的風吹起來 然後他把啊壓下去 所以這張照片 瞬間被攝影師拍到 那就成為了千古流傳的照片 好anyway Stynebeck寫信給他幹嘛呢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這東西 在書信什麼東西 這個書信的格式 就打出來了這個結構 我希望同學可以順便學一下下 所以外國人寫信的時候 可能在上面會寫給 寫給誰 Miss Marilyn Monroe 然後地址給他寫下來 然後呢他的開頭寫了 Dear Marilyn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是認識的 因為要是他不認識他 他會說他 Dear Miss Monroe 之類的 或者Mrs Monroe 我不曉得他那時候 結婚了沒有 好所以 稱謂的部分 然後用罵號可以 或者鬥點也可以 然後接下來這個內容 翻成不同段 最後結尾的時候呢 寫一個 Yours truly Yours sincerely 或什麼的 這裡我們現在應該 都會說加個鬥點在這裡 但是這裡看起來好像沒有 然後你得簽個名 簽完名之後就這樣 那至於這邊有打一個JS 然後冒號MF 這什麼東西呢 這個據了解是 這封信好像是他秘書打的 所以後面的MF是秘書的縮寫 而JS就是John Steinbeck 他本人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我倒不是很熟悉 好anyway我們來看內容吧 所以他第一段說了 先讀給你聽好 One of his problems You are the other 這段寫的真是好 很有趣 所以從頭來看一次 In my whole experience 所以在他整個人生的體驗中 I have never known anyone to ask for an autograph for himself 所以在他人生體驗裡 他從來就沒有認識任何人是為了自己要簽名的 OK 簽名照 要簽名的不是簽名照 Autograph就只是簽名 所以 所謂的要簽名或簽名照的概念 現在同學可能也比較沒有了 因為你知道以前照片會洗出來 然後洗張照片給人家簽 那個照片就值很多錢這樣子 甚至連簽名本身都會值簽 簽名大概還有 因為有人會拿棒球給明星簽 或籃球給明星簽 鞋子給人家簽 之類的 所以他總之他對於要簽名這件事不熟 尤其是 就是替自己要 反而是 你可不可以替 我的爸爸在這裡簽個名 然後署名給我爸 你可以替我兒子簽個名嗎 寫給這 寫給我兒子 因為 假如你今天遇上了Lebron James 遇上了 Michael Jordan 你可不可以替我兒子簽個名 在這個球鞋上 因為我兒子是你的球鞋 這樣子 It is always for a child or an ancient ant 所以總是為了小朋友 或者甚至為了阿姨 那which gets very tiresome 而這個東西就讓人家很疲勞 那你一定比我還懂 As you know better than I 因為他當時馬力的夢露已經很紅了 所以一開始他就 算是一個擺地姿態 呈現了一下他現在就是要這個東西 大概是 It is therefore with a certain nausea that I tell you that I have a nephew-in-law who lives in Austin,Texas whose name is John Atkinson 好所以 所以 因此呢 我是有一點點 帶著這個 nausea 就不太舒服 噁心 我知道這個 我現在要求這個東西 可能會有點噁心過分 So it is therefore with a certain nausea that I tell you 好 但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 nephew-in-law 那你知道in-law的概念 我們講過很多次 就是因為這個姻親關係變成的親屬 所以要是今天你有一個這個 你有一個媚夫 姐夫就是 他變成你的 婚姻上的兄弟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叫他brother-in-law 這樣子 岳父岳母 father-in-law 很少聽到現在人這樣講 所以這個真的是 193幾年 195幾年的人會講的話 他已經一腳踏進了puberty puberty這個詞我們倒是常講 就是青春期 所以 所以他有一個 nephew-in-law 那他現在一腳踏入了青春期 也就是即將進入青春期 對不對 He has his foot in the door of puberty 那 對於 很多文化的人來說 青春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對不對 身線的改變啦 或者 身上遊戲地方開始長毛啦 男生突然間抽高啦 然後 反正行為橘子也會變得很奇怪啦 這些都是青春期我們所知道的一些 一些變化 所以 總之他現在就跟他說 那 but that is only one of his problems 所以他現在進入青春期了 可能那只是他問其中的一個問題而已 所以他把青春期當成問題 而他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馬力連夢錄了 you are the other 你看這個開頭你不會就覺得 整個被他好奇心吸引起來了嗎 對不對 你怎麼會說我是他的問題呢 馬力連夢錄小姐可能就會覺得 所以他很成功的用第一段介紹出了一個 開了一個頭 然後會忍不住的 這要你讀下去 所以你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問題要怎麼處理呢 第二段 I know You are not made of celestial ether 不是Ether 這怎麼唸 Ether 好像唸成Ether 不是Ether Ether聽起來很像是那個野部 Ethernet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以太王 所以Ether就以太 那什麼是以太 就好像 據了解就是太空中的物質 什麼東西 太空中空間裡的一種物質 那celestial就是 星體的 天上的星星的這樣子 所以我知道你不是怎麼 新星的構成物組成的 所以意思解就是說 我這個 Steinbeck這個人 我知道 你也就是正常人 雖然說你是馬力連夢錄 可是我認識你 你根本也不是 就美女放屁也會臭啦 簡單說就是這個概念 I know that you are not made of celestial ether But he doesn't 可他不知道 所以我知道你 就是個普通女孩 可他不知道 他把你當成神 But he doesn't A suggestion that you have normal functions Would shock him deeply And I am not going to be the one to tell him 好 所以 所以第二段 就是 他算是把自己的高度拉回來 所以我知道你其實也就是正常的可愛女孩 可是他不知道 那要 所以 我要是跟他說你就 你跟正常人一樣的話 那絕對會嚇到他 那我就不要當這個角色這樣 So a suggestion That you have normal functions 所以我這邊一個suggestion 這不翻成提議 就是我跟他說 你知道嗎 反正有沒有路也沒怎樣 所以這樣的一個suggestion 會 shock他 Deeply OK And I am not going to be the one to tell him 所以我不會跟他說的 那再下一段 On the recent trip to Texas 所以他最近去了德州 My wife made the fatal error of telling John That I had met you 我們就一直去看好了 所以最近去德州 我老婆犯了一個嚴重的致命錯誤 Fatal error Fatal這個字我們講好常講 對不對 有致命的錯誤 什麽呢 就告訴John 我跟你見過面 所以 She made the error 這妹的是過去式 那我跟 你馬力聯盟路見過面 是不是就更早 對不對 好 那更早的話 所以就要用過去完成式 我們真的無時無刻都幾乎在驗證這個文法 好那你知道就好了 So my wife made the fatal error of telling John That I had met you I had met you 過去完成式 因為是比他老婆跟他說的這個時間更早 所以老婆跟他說說 我跟你見過面 這樣認識 He doesn't really believe it 所以這個 Atkinson 這個nephew呢 不相信 But his respect for me has gone up Even for lying about it 但是 他雖然不信 因為所以他認為 你這個uncle是在騙笑 但是他還是對他的尊敬有上升 所以即便他認為你是騙笑 即便我覺得你在騙笑 我對你的尊敬還是上升了 就因為你騙我說你認識馬力聯盟路 就這麼屌這樣子 OK So he doesn't really believe it He doesn't buy it But his respect for me has gone up Even for lying about it 所以接下來呢 他的真正的要求就要講出來 Now I get asked for all kinds of silly favors So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asking one for you One of you 對不對 所以他 那他現在自己又把自己的身價在台後來一下下 因為他也是小說家嘛 小說家知名的 所以他其實也常被人家問一些 你可不可以幫我怎樣 可不可以幫我怎樣 幫我簽個名 幫我 幫我簽這本書啊 或之類的 還要寫給這個是 我的名字叫John 寫給John 這樣子 DearJohn 謝謝你喜歡我的書 之類的 大概不是用DearJohn 是用ToJohn Anyway So I get asked for all kinds of silly favors 所以他也是被人家要求做一些很多事 所以他反而就不會遲疑來問 來要求瑪麗的夢露 所以我跟你要一個其實我絕不為過 OK So I have no hesitation Hesitation就是遲疑 So I have no hesitation OK Hesitate是他的動詞 In asking one of you 所以跟你要一個 Would you send him In my care A picture of yourself Perhaps in pensive Girlish mood Inscribe to him By name And indicating That you're aware Of his existence 先看到這 所以 他跟他要什麼 你能不能送他一張 Would you send him In my care 反正就是他希望 我來 造成你去送這張照片 A picture of yourself 所以你送一張照片給他 Perhaps in pensive Girlish mood 所以這個照片裡面還有有點憂鬱的 美女很多事情在他的 A lot is weighing on her mind OK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If something weighs on your mind Weigh on your mind 就是這個東西正在壓著你 所以 最近失業 現在心情就不太好 So that's been weighing on my mind 我該怎麼賺錢 That's been weighing on my mind OK 所以pensive的意思 其實就是有像 沉思 哀思 忧愁 忧誠 英文的翻譯是 You're engaged in something involving or reflecting deep or serious thought 這叫pensive 要是你看一些影集 你有打開字幕的話 有時候你會聽到 看到字幕寫 現在有一個悲傷的音樂 沉思的音樂 正在開始播放 他就會寫pensive music 好anyway回來這邊 你能不能送一張照片 那裡面呢 就是你沉思的一個表情之類的 而且還是用 有些很女孩般的那一種 girlish mood 而且還寫給他inscribe 就在裡面寫著 inscribe to him by name 所以他就要寫給這張照片 就給你這個John Atkinson and indicating that you are aware of his existence 所以就是說 他馬力的莫茲 寫給他看到 就啊我知道 你這個John小弟弟 謝謝你喜歡我之類的 這樣子 So you are aware of his existence 下兩句最好笑了 He is already your slave This would make him mine 所以他的這個 正在puberty的這個nephew呢 已經是你的奴隸了 說得這麼明白 他已經是你的奴隸 也被你俘虜了 那這張照片 你如果說能夠讓他知道 是我這個uncle替他促成的 馬力的夢露送了一張簽名照給他 I made it out to him 那這個nephew以後也會是我的奴隸了 因為他的respect對他就整個threw the roof了對不對 所以這兩句真的超可愛的 He is already your slave This would make him mine OK If you will do this 所以他最後給了他一個 算是一個quit pro quo 你給他這個的話我給你什麼 因為我也是明星啊 我總不能只跟你要這個而已對不對 我給你一點回報 If you will do this I will send you a guest key to the ladies entrance of Fort Knox And furthermore I will like you very much 句點 真的是 So charming 但最後這邊這個 我其實沒有非常懂他的內容 我只知道Fort Knox 是美國陸軍的一個很大的基地 不容易進去也不容易出來 但是他會給他一個訪客鑰匙 而且還是什麼Ladies entrance 所以似乎有女生的一個入口處 他會給他這個東西 讓他可以隨便的進去 不知道這什麼意義啊 說實在 因為這世代實在太久遠 而Furthermore 我也會很喜歡你喔 I will like you very much 好像你本來沒有喜歡他一樣 其實也一定有 所以這個信就這樣子 那我還查了一下他的真偽 網路上查據說這一張 這封信是馬力聯盟路一直流到死 然後他的遺物就有傳給下一個人 下一個人就發現了這封信的存在 所以這封信是他真的一直留在身邊的 那到底John有沒有寫這封信呢 這倒好像不一定 因為這封蠻有親密感的信 應該一個說法是 怎麼會有人用秘書幫他打出來 因為他們這種initial應該就是秘書打的 所以他的秘書是縮寫是M跟F 絕對不是motherfucker 所以他不應該是秘書來打 而且據好像以前的人理解 就是這個Steinback這個人 他要是寫信給人家 在1955年那個年代 他是手寫的 他比較沒有習慣是用打信打出來的這樣子 但是馬力聯盟路有那麼久 那所以這封信這至少信是真的 而是不是John Steinbeck寫的 不知道這樣子 那而且他這個John Atkinson這個人 還活著 現在好像五十幾歲 我查這個新聞是2021年的時候 有一個verification的一個 fact check的一個網站 然後呢 好像他現在還活著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非常的酷 非常的酷 等等他怎麼可能五十幾歲 這一定要哪裡不對 所以一九五幾年他那個時候 然後他現在怎麼可能五十幾歲 這個John Atkinson 他那個時候正在進puberty 他現在也應該七八八九 七八十歲了吧 五五年加個四十年加二十年加個十歲 所以可能這數字我剛可能看的有點快 不太有確定 但他如果活著我覺得不意外就是 好所以anyway 這就是今天我們講的內容 你覺得有趣嗎 希望有啦 如果你對這兩個人 對這兩個人都沒有概念的話 那也就算了吧 無所謂 反正就擋住英文課看一下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